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今天六月四号我们要读经的范瑋是 从以赴首书的第五章二十二节 我要读到三十一节 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 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 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 教会怎样顺服基督 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 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 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 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 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生子 爱自己便是爱自己了 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生子 总是保养顾习 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 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 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保罗再讲到家庭生活 丈夫跟妻子 这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件事情 各位弟兄姐妹 在整个人类的一个所谓的生活的过程当中 所谓的关系 除了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是在第一位之外 其实夫妻是还在世上生活当中的第一顺位 所以很多人在家庭生活当中 一旦有小孩子 他就把持续都搞错了 就把母子或母女的地位置 或取代了夫妻之间的关系 或甚至于祖父祖母的关系 跳跃了他的孩子跟孙子之间的关系 这个就变成次序给弄乱 保罗在教导我们的生活的过程当中 丈夫跟妻子之间的对待之道 也是讲得很清楚 上帝他说 你们做妻子 顺服自己丈夫 如同顺服主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 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 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 这句话很多人不喜欢 他认为就是被歧视 为什么是要 丈夫是妻子的头 为什么不讲妻子是丈夫的头 各位 如果把圣经只有把片段来解释 你就不能够完全了解圣经在讲的意思了 我们必须把整段圣经来读完毕 这个跟男女不平等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个跟地位一点关系也都没有 而是上帝在创造的次序 他说丈夫在家庭当中 丈夫是妻子的头 那么妻子要顺服这个丈夫 可是下面一句话 他又讲了 做丈夫的你要爱妻子 如同基督爱教会 并且为教会舍己 因此这不是只有要求丈夫 他也同样的要求妻子 如果这两个都同时了解的时候 你就知道原来的意思是如此 可是我们还是会在争论 那为什么是丈夫是妻子的头 对不起 这是圣经这样写的 这是上帝的安排 就如同上帝创造的是亚当在先 他不是先创造了夏娃在先 我们要去争论说 这个先后有什么差别 同时要说夏娃是要来帮助亚当的 这个有人又解释说 这个帮助就变成他是附属的 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 夏娃是附属的 他是让亚当的身份 亚当的生命更加的完全 好 你看到我们一个基督徒 我能够成就到一个人 让你生命更加的完全 这就是很完美的一件事情 现今的世界都是自由平等 这也是从圣经来的 大家不要忘记 在加拉太书当中 保罗就讲了 圣经把所有人圈在 罪人的地位当中 全部都是应该要毁灭的 可是就在基督耶稣里面 他不分犹太人 希腊人 自主的 为奴的 男女 都在主基督里面成为一了 也就是说完全了 那么请问 上帝有分别吗 有分别我们不同吗 没有啊 那么我们会问 那么究竟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是上帝要给我们的一个次序 就好像一个国家当中 就只有一个总统 那么我们尊敬顺服总统 可是总统你也不能滥用你的权柄啊 你还是要懂得成为全国百姓的 公众的仆人的一样的态度啊 所以因此圣经里面在指的这个头 不是指的阶级的问题 它只是代表一个职责跟公用 夫妻在基督的地位是一样的 是一致的 那么他只是说 男在这个家庭当中 他要做代表一样 就如同基督 他是代表的教会一样 那么妻子 他的角色呢 看起来是顺服的 可是他的丈夫 他要懂得 也要怎么样爱自己妻子 好 你说爱容易吗 我们爱我们的妻子 是丈夫的责任 可是爱不是照我的方式啊 一定要是满足妻子 他所想的 我要满足一个妻子 我就必须认识她 了解她 陪伴她 所以婚姻的生活当中 聆听是很重要的 沟通也是很重要的 夫妻在神的旨意当中 她根本就不喜欢 也没有这个心意 说不平等 因此我们如何经营 一个爱妻子的丈夫 那么这个丈夫就要懂得 去体贴她的心意 那么做妻子 要去顺服丈夫 你在这个情况之下 去顺服你的心意 才能够表达得出来 否则你就变成贬义自己 认为说女人就是次等 这就是我们过去 很长的一段时间 女人的地位 总是在非常卑贱的处境 可是话说回来 第一个 在中国的社会当中 建立女子学校的 是基督徒所建立的 开创很多的学校 开创很多的这些 收容慈善机构 也都是在 十七十八世纪 来到中国这些的宣教师 陆陆续续展开了 在中国的设立 我们社会才开始改变 所以比较之下 在圣经的观点当中 上帝把女人的地位 把这些边缘的地位 慢慢地提升高来 这是神的心意 所以因此 我们要学习一个态度 向基督怎么样地舍己 我发现 夫妻之间的关系 家庭生活当中 最奥妙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懂得怎么样舍己 就要学习 我们认识耶稣基督 他怎么样舍弃自己生命 爱了我们 让自己生命破碎 成就到对方 我相信一个妻子 如果看见自己的丈夫 结婚之后 他不是在利用践踏妻子 他是处处地懂得去疼惜 爱护 保护 为自己妻子来牺牲 那么当然 这个妻子会心甘情愿地 去顺服自己的丈夫 愿上帝祝福我们 作为所爱的 基督徒的夫妻生活 你们都能够明白这个道理 神的恩典 满满就在你们的家当中 并且 这个家就成为一个 世上的光 地上的盐 可以成为更多更多的人的祝福 阿们